1951年2月,在恒城战役的鹤谷里战斗中,志愿军39军摇摇七师,围住了一千多名美军,天黑以后,美军进行突围,在十多辆坦克引导下, 沿着公路向南冲去,妄图突破349团阵地南逃,四周都是烟雾和尘土,美军最后一辆坦克爬上了公路要逃跑,六连战士复连增抱着爆破筒,一把就冲到了坦克旁边,坦克的履带阵的地面呼呼抖动,可是,他找不到坦克上,可以插进爆破筒的地方,只好紧跟着坦克一边跑,一边上下大量着坦克, 寻找他的缝隙,坦克里的敌人只顾逃命,竟然一直没发现他,复连增紧跟着坦克跑,跑了好一大段,他终于发现坦克的铁盖板和履带中间有个空隙,急忙将手中的爆破筒往里面插,他生怕爆破筒掉下来,又用手使劲按了按,然后拉出拉火索,一个翻身,跳下坦克,趴在一处石砍的后面, 谁知这一辆坦克,不仅没停下来,反而跑得更快了,复连增两眼死死盯着铁板,下面夹着的那一根爆破筒,为什么还没有想,难道瞎火了? 不,不会,他记得他拉火时,明明听到爆破筒发一声冒出了一股白烟,可为啥不爆炸呢?他决定栽上去插第二根爆破筒,非把它炸掉不可,他一爬起来,就啪,敌人一颗子弹飞来,穿过他的耳根,复连增眼前一黑,点什么也看不清,听不见,倒下去了,当他醒过来时, 正躺在班长的怀中,他急忙问道,班长,我炸的敌人那辆坦克跑了吗?没有,班长笑眯眯的说,你看,那不是坦克吗? 复连增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,果然,翻倒在公路边的稻田的坦克,正冒着黑色浓烟,快烧成残骸了,复连增,你立了大功,班长又说道,小父你的命真大,子弹,把耳朵都打穿了, 我还命大,可不是,就是这颗子弹救了你的命,班长说,你一倒地,坦克上的爆破头,就轰一声爆炸了,你要是冲上去的话,那就和这辆坦克一起爆销了,正是这颗子弹拦住